玩乐鞋糖 嗨朋友们 今天姐姐来咯 中秋节快乐 今天呢开场 我就给大家准备了一盒 非常可爱的夜饼 当当 小猪佩奇出题的哟 我们看 上面呢有小猪佩奇和乔治 然后呢我们来打开看看 哇 盖子上面还有漂亮的贴纸 里面呢 有我们的月饼 你看 这个包装还有里面的形状 全是小猪佩奇的 我们把它打开看看吧 小猪佩奇的 哈哈 好可爱啊 不过我们平常 吃的月饼都是圆的 为什么这个月饼可以做成小猪佩奇的形状呢 嘿嘿 我今天就来告诉大家哦 这次用的就是这种月饼模具 跟我一起来学习吧 在家里呢我们可以找到一些面团 南瓜饼或者是其他糕点 现在呢我要用黏土来代替 我选择了黄色的 蓝色的 和绿色的 首先呢我们来把这些材料全部打开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用油把这个模具呢稍微刷一下 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黏土或者是我们的面粉啊南瓜饼就不会粘在模具上面 好了现在呢他们都已经刷好了 我们把油呢拿开 第一个要制作的呢我们就是用黄色的黏土来制作佩奇的月饼 把它呢压进去 接下来呢我们要用刀子从上面划过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试一下 好 吉尼姐姐刚刚呢问了一下 其实这个呢是需要硬干 也就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干了之后呢它就会自己的掉落下来 那我们现在呢把我们的乔治和恐龙先生全部都放好 好的乔治放好咯 到了我们最后的恐龙先生了 要把每一个地方呢都按紧按满 那我们现在呢就把它放到户外 太阳晒一晒看看什么时候才能出来吧 虽然没有了黏土月饼 但是你们忘记了吗 开场呢吉尼姐姐给大家展示了这个月饼 它现在呢有几种味道 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哦 咚咚 这里呢有四种味道 有蛋黄白莲蓉 蛋黄荔枝 蛋黄凤梨和蛋黄香郁味的月饼 那吉尼姐姐这里呢有五个月饼 所以有一个呢是同一种口味 我们现在呢把它们拆开看看 到底哪两个是同一个口味的吧 第一个呢我们已经拆开了 我们先来尝一尝 嗯先来咬猪鼻子 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蛋黄荔枝味的 我们来看看 包装上有写哦 哦 这个是蛋黄香郁味的 金金姐猜错了 但是呢香郁味的好像也不错哦 因为它甜甜的 来看一下这个 我现在还没有看它前面的标识哦 我们每次尝完了之后再来看 看金金姐姐能猜对几个吧 这个呢更亮眼一些耶 那我们来尝一下哦 嗯 这个很浓的一个味道 这个一定是荔枝味 是荔枝味 我们来看看 对了蛋黄荔枝味的月饼 猜对咯 这个是什么口味的呢 这两个是一样的味道 不对不对 这个好像是凤梨的味道耶 朋友们 我们来看看 哦 凤梨 对了 所以呢 这个是凤梨 这个呢 是荔枝 这个是香郁 哦 快要接近答案咯 到底哪个是同样的口味呢 嗯 嗯 这个味道 金金姐姐好像没有尝过 我们现在还有哪个味道没有出来呢 蛋黄白莲蓉 对不对 哇 这个应该是蛋黄白莲蓉哦 哦 对了 所以呢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同样口味的 我们来看一眼 它同样口味的是蛋黄白莲蓉 所以呢 这两个是一样的 金金姐姐要把这个呢 留给我的好朋友一起来吃 嗯 朋友们 好了 现在四款月饼全部都尝好了 你们喜欢什么味道的呢 留言告诉我吧 大家 别忘了 点赞 订阅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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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